我现在在这家轻女的门口这里 然后现在从门口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家轻女 这家轻女的对面就是海 然后过了马路这里就是海了 这里的风景很漂亮 晚上的时候这一条都是海鲜夜市街 我身后这里就是这家轻女的门口 从这里进去 然后这里的环境非常不错 是一片椰子林 这个面积呢也是非常的大 这里有个小池塘 它这边有一间咖啡厅 然后这个咖啡厅跟轻女是同一家店来的 是一个老板 就在对面那里的话可以喝咖啡喝饮料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住轻女的时候啊就就是要在这里这个前台这里是办那个入住手续是在这个地方现在没有缘 然后这一整片很大的面积都是属于这家轻女的 这里他可以租那个自行车然后也可以租摩托车 这是在呃前面这个棚子这里这里这些摩托车都是用来出租的10万越南顿大概30块钱一天 然后那边过去就是厕所 然后那边过去就是厕所 这里有很多茅草屋 在这片叶子林里面然后这一间间的茅草屋这里好像是他做按摩的地方 然后这一排过去都是这个茅草屋都是属于这家轻女的 晚上的话是周围是游户的地方 还有五路灯这些灯全部打开在这里晚上啊喝茶聊天啊或者开派对啊都可以 这边也还有这些茅草房都是 这里好多椰子树啊你看这上面长的椰子 这里一大片都是属于这家轻女的 包括这边 我就是住在这里的第二层 然后等一下带大家上去看 然后他这里好像是这里有那个保险柜 你要放东西可以找他要那个锁头 这里以前应该是理发的吗 感觉像是理发的不知道是不是 他这里是有那个桶装水免费的桶装水 可以自己在这里接来喝 这边也是客房 就是住在这里面 这里都都一样的 是四个人一间的四人间的客房 有床被子这些 然后门口就是这么一大片的椰子林 然后有很多凳子桌子 可以在这里休闲聊天 然后这里还有那个吊床 中午的时候在这这外面睡也挺不错的 这里 这里也有吊床 然后这里是晾衣服的 他有很多那个衣架还有 那个拉的那种铁线可以在这里晾衣服 这边是那个洗漱的 刷牙洗脸的地方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那个洗衣服的盆给你 旁边这里是洗衣粉 你要洗衣服的话可以在这里洗 这里面的话是一个洗手间 就是一个洗衣服的一个洗衣服的 一个是洗衣服的 两边都是各一个洗衣服的 然后各一个洗衣服的 两边都是各一个洗衣服的 两边都是各一个洗衣服的 这就是相当于一个圆龄的那种 那种轻侣吧 园林寺的轻侣 然后这里的话相当于一个厨房 那里有一个洗手盆 然后还有 如果你买东西回来这里 坐来吃的话 可以在这里 这里可以烧药水 然后那里有刀啊 有什么东西可以切 水果啊 什么都可以在这里切 现在我们上去 就是我住的地方 在这里的是二楼 它这里的都是 是那个茅草房 然后屋顶盖的 这个屋顶用的那种是 椰子树的那个树叶盖的屋顶 然后整个组结构都是这种木头来的 然后还有这种竹子 这些墙都是竹子跟那个席子 就这样子做成的 这个是它的房间 有风扇 有三个床位 我就住在这个中间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 拍个视频 然后后面这里就是洗完的衣服 可以晾在这里 然后它也有提供那个衣架给你的 晚上的时候 这些灯 这些灯都会打开的 所以这个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那个地毯 就是这个 是用那个麻绳拼成的 所以光着脚走在这里也挺舒服的 这个房间里有两台风扇 然后它也有提供那个蚊帐 但是晚上的话 昨晚我睡了一晚 我没有放那个蚊帐 但是开着风扇也没有碰到有蚊子 这边还有那个垃圾桶 然后有那个小凳子 可以坐在这里聊天 看风景 还是挺不错的 这整大一片的那个椰子林 晚上它这里这些吊灯 是一整晚的开的 就是开到天亮 像这种这样的床位 就是29块钱一个晚上 然后我在这里订了两个晚上 主要是想体验一下 它是不包早餐的 这个价格 我觉得是有点贵了 因为没有包早餐 你们觉得贵吗 反正我是觉得有点贵了 29块钱一个晚上 然后没有包早餐 这个配置设施 我觉得是挺贵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这家青女是就在这个 海鲜夜市的旁边这里 这有点贵了 可以 有点贵了 是不是 这是